感谢CHERIXY的113的充电 你白搭疑似闲能 今天吃什么 红魔馆的房妹妹 买了买了磁力棒的充电 还右边粉丝充电 非常感谢 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局 新颖不公平的一块地 我们在这个闪电核单位置 今天的视频发的有一点晚 这几天有一点事 这几天有一点事 有可能明后两天 有可能会不更新 因为最近家里的琐事比较多 我们就准备休息一下 这也马上快国庆了 国庆有些粉丝出去玩一玩 吃一吃喝一喝 难得放假对吧 但是我一休息的 你们都说0808 你是不是不想干了呢 这个没办法呀 这个有了家庭 那就不一样了 你们见谅对吧 有空就尽量给大家多更新了 然后这一盘呢 我们在这个闪电核单 你看他想炸我基地 收动一下 收动一下就炸不包对吧 我们是提前造了很多电厂 就是害怕他等一下把我电厂炸掉 我们炸了一点电厂对吧 如果没有电了还可以卖那个电线杆了 他这个飞机一上来就炸我基地 然后我们准备一个漏人 一定要准备一个漏人了 万一这个基地车呀 躲弹成功 被他炸的只剩下一滴血 那你这个基地呢 修都来不及对吧 等一下可以用漏人抢修啊 然后我们广快出一个重工 出个重工呢 准备造一点防空车对吧 你看他又来炸我基地了 先赏你一个核弹 核弹炸他的兵银空之后 闪电炸他的重工框场 然后他又要来炸我基地 等他丢弹的时候收起来 一滴血没有包对吧 没有包以后呢 广快抢修 因为一滴血 他有可能飞行兵会来拼 你看他飞行兵来了 结果我一抢修 他一看我修成满血了 又不敢来了 只要打到这里 他没有炸到什么东西 基本上他就起不来了 等他造几个东西来 我核弹闪电就可以一直炸他 然后呢 我们造一个维修厂啊 就是怕万一基地爆了以后呢 还能造基地的吧 出个维修厂造个雷达 这一盘呢 稍微有一点点慢了 你们看到这个速度呢 有一点慢对吧 好像有一个破机在里面 好像是这个小绿啊 我记得好像是这个小绿 只要我把这个小绿带走了以后呢 就不会那么卡了啊 等一下我们就可以把它带走 你们冷了一下对吧 因为这个速度有一点慢 这个小绿呢 他炸我基地炸不爆 现在想炸也炸不爆了 我有维修厂了 他就开始炸我的电厂了 你看到没有 炸我电厂没事 你炸一个我造一个对吧 我一直造电厂 他不可能把我炸断电了 然后我们就开始出坦克 准备进攻 但是我发现下面的小蓝 你看下面的小蓝 家里有好几个箱子 他不捡 不捡呢 我看了这个香啵啵的箱子 我就留哈达知道对吧 准备过来抢他的箱子 他一看我进来抢箱子 他就捡 然后又刷了几个箱子 吃了个火力 生了个一心还可言 再把他的光灵打掉 又生了个三心 直接广快走对吧 捡了个三心 带火力的坦克广快撤退 然后这个核弹呢 继续炸小绿 防止他起来 把他的矿场一炸 只要我一直盯着 他的矿场重攻炸 他就一辈子都起不来对吧 他只能等那个刷飞机 刷了飞机来炸我 你看又飞到解放前了 什么都没了对吧 然后我们再造一点防空车 准备去进攻 估计是他们这个网络不太行了 等一下就不卡了 这个就是前面有一点卡 后面就速度比较流畅了 我们直接走过来对吧 走过来把这个小绿带走 他好像是个破机 然后我们拐进来 他有很多飞行兵啊 但是他没有重攻 没有弹牙 他重攻都出不来 招不了弹牙 断不了桥 然后他的飞机就想来炸桥对吧 我们用防空车 守住 他炸我防空 炸我防空没事 他这个飞行兵有一点多 我们在家里呢 再拍一点防空 他盯着我的防空打 我们的防空就往后面走 坦克串到他家里去 然后把他的飞机给他打掉 这个时候卡住了 你看有人要拔仙了 这个紫色拔仙了 好像是这个紫色卡吧 这紫色一拔仙呢 你看速度终于流畅了对吧 广快把这个小绿带走 你看小绿很顽强 你还兼职什么 你广快投降好不好 你投降呢 我们就可以发展一下 然后他不投降 他红锦精神很顽强 又造了一个船场啊 造了个船场开始造海军 我们呢就不要打他的基地 看看能不能偷他一个基地 直接拐过来准备偷他的基地 他那个驱逐舰在打我家 打我家没事 我们补电场 然后把他这个基地先打掉一个 把他基地打掉一个 趁他不注意呢 把他的基地车摸过来 我们就有两个基地 然后我们在飞防守住这个海军 他这个海军对我没什么威胁 因为他没有航空母舰对吧 这个驱逐舰呢 他打我防空炮 我的坦克可以打得到他 然后他不投降呢 我要造基洛夫 造基洛夫比较慢了 我们准备双核武器 直接炸他的船场 只要他的船场不修了 有可能会炸爆啊 结果呢 我一丢下去 他直接用扳手修一修对吧 用扳手修一修没炸爆 好像 好像修了也炸不爆啊 那个船场的血量比较厚 既然你不投降呢 我们就派一个基洛夫过来 用基洛夫呢 直接把他带走啊 这个下面有个箱子 好像被那个粉色用海军打死了 这样我的上下左右都没有邻居了对吧 没有邻居了以后呢 我们准备发展盟军了 因为我们有盟军的基地车 等一下可以照间谍去偷个集 先用这个基洛夫过来 把他的船场拆掉 你看他还舍不得投降哦 他刷了四个飞行兵 想守住这个船场 我们有四个三星的防空 把你飞行兵打下来 这里又刷了飞行兵啊 再把他飞行兵打下来 先把他带走 小绿没了以后呢 我们就准备发展盟军对吧 先造一个盟军重工啊 等一下造盟军的高科技 造间谍去偷集啊 我们有两块地盘呢 就守住啊 这边也放个兵营 再出一个核电厂啊 造个核电厂呢 就再也不用担心 没有电了对吧 那个下面的红色跟那个淡蓝色 打个乐佛朝边了 核电厂呢 我们就放到这里 再造个副子中心 等一下出一个间谍呢 就相当造了两个啊 这个重工位守不住了 被这个淡蓝色带走了 你看这个淡蓝色临死之前呢 还偷了下他的钱 偷了下他的钱呢 他的经济比较好啊 我们呢 现在要打的话 就打那个油田位置 因为我看到油田位置发展的比较好对吧 我们造一个副子中心 然后出一个直升飞机来造几个进链准备去偷集啊 再把这个桥呢给他整断 两块地盘只要我们能偷到油里改 偷到油里改的话就可以坐在家里做法对吧 而且我还有双核武器啊 这边还有一个黄色 我感觉现在对我有威胁的 就是小黄 你看小黄把超级武器用掉了对吧 因为他有超时工加铁木 对我有威胁 你把超级武器用掉了 我直接核弹赏给他 就用核弹闪电先炸他 因为他有超武器对我有威胁 一个超时工 一个闪电核弹炸过去以后呢 看又看不到他家啊 他家黑起来了 但是我好像把他家里的东西炸掉了很多 然后我们再造几个间谍装直升飞机对吧 装到直升飞机里面准备偷一下这个粉射 这粉射发展的这么好 看看能不能摸个高科技造一个邮里盖出来 或者偷一下机 或者偷个兵营也可以 反正偷的什么都可以 你看小粉 小粉呢也是造了副制中心 疯狂的造飞行兵 你看到没有 然后我们直接走这里拐过来放间谍 准备偷高科技他直接卖掉了 卖掉了就偷兵营 偷了兵营以后呢 偷重工 还行啊 把他的兵营跟重工偷到了 高科技没偷到没事对吧 然后我们再造一个维修厂啊 等一下输蒙基地没的都可以造 因为我偷了他 他收不了了 你看到没有 收不了了 这么多飞行兵拐过来都是生意心的 我们再补一点防空 他想打我蒙军的基地啊 他想那想不想让我有蒙军基地 他直接飞进来要打我蒙军基地 打我蒙军基地呢 我们用防空手作 他打什么呢 他打我核电厂对吧 打我核电厂 蹭 哎呀没有电了 没有电了 核弹发射不了 但是没事 我重新补一个核电厂 我的核弹闪电就可以发射了 哎你飞行兵打我对吧 直接一个核弹 一个闪电直接丢到他家里去 然后他又在这边打我这个基地 打我这个苏军基地 我们直接用防空车把他飞行兵打下来 我们这个苏军的防空 打他的飞行兵相当快呀 然后你看 他被我的核弹闪电一炸 家里呢就已经 果干晚精了对吧 起不来了 他这个坦克没有升星的 他只是飞行兵升一星 然后我们这个三星坦克过来 哎我这个三星坦克开局 捡到了火力的箱子 然后直接串了他家里去 串了他家里去 把他三个基地给他打掉 飞行兵到我家里来 我们防空飞防 然后这个小粉卡住了 受不了了对吧 要拔线投降了 你看这一天天的就知道拔线 我真想不通这些人打红锦 为什么老喜欢拔线呢 投降就直接退出 就这么难吗 这输了游戏 输了老婆输了钱一样 然后这边呢 黄色守不住了啊 黄色被那个淡蓝色打得守不住了 他就直接把基地车飞到我家里附近来 这个有机法怎么说的呢 卧榻之下起龙他能安睡直接过来对吧 把他的基地车打掉 你还传到我家里来 想躲到我家里发展 把他带走了以后呢 就剩一个淡蓝色 本来当时打到这里 我一看淡蓝色没有基地 他是刷兵位置 他有很多很多兵种对吧 他会一直送 当时打到这里 我心里想那我肯定是赢定的呀 因为你没有基地什么都找不了 只能等他刷 而且我家里有闪电核弹 还有这么多坦克 我当时以为他是进不来的 结果呢 这个人很狡猾 他有油力给 他偷到了油力给的 他一直没有亮出来 他一直把那个油力给呀 装到那个防空车里面 装到防空车里面 当时我以为他没有油力给 怎么冲得进来 结果呢 他突然来了一个油力给 你看到没有 我心里想为什么你有油力给呢 哎哟 这个对手隐藏的够深了 然后那个小黄就笑我对吧 他说哈哈 因为我的核弹闪电 刚才一直扎那个小黄啊 扎那个左上角 然后小黄就说 你看吧 他有油力给 这下没办法了 只能用坦克换掉油力给 然后那个小黄打字 他说呀 哎 你炸我吧 你看你守不住的呀 这下我的坦克换掉了油力给 他这么多坦克加海军过来 怎么办 守不住对吧 但是不用慌啊 守不住 他没有基地 他没有基地 他想偷我基地 等一下我们可以把基地卖掉啊 然后造一个核弹 这个时候一定要造个核弹 造个核弹 造到这边来 哎 等一下我那个核弹打掉 发射不了 然后我们广快用闪电核弹炸他的建筑 只要把他建筑炸完他就死了 他家里没什么建筑啊 然后他就想偷我重工 直接卖掉 卖掉都不要给他偷 把家里的东西呢 给他打 不要卖得太快 卖得太快了 等一下我就没建筑了 让他打 他打我的建筑呢 要花一点时间 这个时候呢 我就害怕 害怕他那个船场我打不到 对吧 所以说我广快造一点海豚了 现在什么都不要造 造一点海豚把它两个船场炸掉 因为那个船场的血量比较厚 超级武器的炸这个船场不太好造啊 然后我们广快在这个地方造两个弹牙 哎 有两个弹牙守住桥 他就过不来 但是那个光临坦克应该可以打得到我的弹牙啊 那光临坦克射程比较远 我们广快要拆 不拆的话 等一下守不住 他光临坦克一过来 把弹牙一打 修了桥一进来 我就死了 所以说我们多造几个船场把船场放到这边 他就打不死我 我还有船场 然后我们这个飞行兵呢就不要守家了 直接串到他家里去 串到他家里去 广快换他的建筑 换掉他的船场 我其实上面还有个基洛夫啊 那个上面的基洛夫呢好像是残血的 而且他家里也留着防空对吧 基洛夫过来没什么用 飞得太慢了 直接用闪电核弹炸他 他想用基洛夫到我家炸我的弹牙 但是我一个闪电配合一个核弹 直接把他带走啊 有一点惊险啊 这一盘